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神奇动物有先知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教授 欢迎 张静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同学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科学动物园当中 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 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 好 谢谢金硕老师 杜月小姐姐 杜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大家好 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心探秘科学动物园吧 我要祝大家龙腾四海 飞龙在天 好 我们今天的好奇心观察员呢 杜月老师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既然呢 我们已经步入龙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喜庆之日啊 我们还是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杜月老师已经给我们抛出来了两个 带有龙字的成语了 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 除了杜月老师说的还有其他的吗 虎具龙盘 我说一个 金硕老师接一个 月宫好龙 万子成龙 不错啊 乾隆在野 龙飞凤舞 其实龙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啊 那真的是比比皆是 无论是我们的各种艺术形象 文学作品 还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似乎都离不开一个龙字 龙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它更是我们祖先的一种图腾 它的起源已经很难考证 到底是从什么具体的时间了 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实在是足够深远 古人总是形容龙可大可小 说他大则星云土 小则隐介藏行 说他既可以升腾于宇宙之间 也可以潜伏在波涛之中 但是从古至今很多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过 自己真的见过龙 但龙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其实关于龙还是有很多疑问的 就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十二生肖当中 为什么偏偏有这么一个现实当中没有的龙 为什么没有猫呢 杜岳老师您先解释解释 因为十二生肖呢 每种动物都有一个传说的小故事嘛 为什么它们排名第几 龙呢我知道的这个小故事是 天界要举办这个赛跑比赛了 然后龙呢 他本来是要争第一的 但是因为自己太暧昧了 出门之前一直在各种打扮自己 所以影响了自己出门的时间 所以只排了第五 你这小故事里面对龙也太不尊重了 爱美咋了 爱美之心龙兼有之 龙作为神兽 他不到场 其他的那些凡兽居然敢争第一 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的 十二生肖当中 为什么不是人家龙排第一 我觉得可能还是 跟这个龙的一些 它的时间节律是有关系 人们认为龙呢 从本质上来讲 还是比较接近于 像我们古人认为的像这个鳄鱼啊 或者是一些有灵的动物啊 那他的这个活动的节律呢 基本上是上女啊 他不会像老鼠女 我个人是认为 古人他还是对自然的一些东西 是有观察的 嗯 那么龙到底是由哪些 现实当中的动物构成的呢 我们给大家呀 也算是列了一个表 挨过来看一看 龙年大猜想 你认为龙的圆形是什么 A 鳄鱼 B 蛇 C 马 B 胚胎 E 深海巨蟒 F 蜥蜴 G 龙是某种恐龙的结疑 H 龙就是龙 它是真实存在 且独立的生物 接下来 有请云上观众进行投票 我选H 只有H 如愿呢 我是之前是觉得 可能它是比如说海中的巨蛇 它演化成了这个龙的形象 但是它这个选项当中 居然有胚胎 我是特别好奇 这个胚胎 这个是怎么回事 没太明白 其实我刚才为什么选H呢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刷刷视频就会发现 到今天为止 还是有一些朋友 喜欢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其中难免会谈到龙 你看下面的评论里头 很多人都坚持 龙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刚才给出大家的 这一系列选择当中 投票率最高的是什么 鳄鱼 蛇 还有胚胎 那么我们就有请 今天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一一上场 来给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龙和这些现存的动物 或者是动物发育的某个阶段 那么相近 首先有请宁静老师 宁静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博士后 大家好 我是宁静 在这里首先祝大家 龙腾锐气 步步高升 说到龙年 我有很多故事想分享给大家 毕竟十二生肖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其中龙的形象最为神秘与独特 其他十一种生肖动物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 唯独龙是虚无缥缈的神话形象 研究龙究竟是什么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如今 对于龙这一独特形象的起源 学者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 有少部分人认为龙是恐龙的结疑 但是随着地质的变化 或是自然灾害一同消失了 而另一些学者 则认为龙其实是一种图腾 源自对自然界中的某一种动物的崇拜 关于龙的原型究竟是哪一种动物 各类学者依旧是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龙或许是真的曾经存在过呢 河南浦阳市溪水坡施工修建吊水池 却意外发现一处早期养勺文化遗址 学者们对遗址进行了科学挖掘 惊奇地发现了两处用棒壳堆出的动物形状 据专家解读 这两个形象一个是龙一个是虎 其中的棒龙则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因此蒲羊也有了龙香的美名 有专家对棒龙进行了测量和分析 发现棒龙的眼眶 鼻端向上凸起的特点与鳄鱼很相似 脸部也与鳄鱼一样又长又扁 像是适应了水面生活 进化出来的面部特征 此外呢 棒龙的身体比例与鳄鱼也基本一致 这个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中华第一龙 棒龙成为了鳄鱼是龙原型的论据 这便是我今天要讲的龙起源主流假说之一 鳄鱼假说 其实早在1957年 阳中健院士在演化的时政与过程中 专门开了一张用来讨论龙的形成 其中就表述过鳄鱼与龙的相似性 而后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明达研究员 从神话民间习俗生活习性等方面进行考证 认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龙形象 基调就是鳄鱼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鳄鱼还有哪些部分与龙相似呢 从整体上看 鳄鱼四肢短粗 爪子锋利 底盘较低 龙翼如此 从细节上看 两者都有锋利的牙齿和散发着幽光的眼睛 给人以威慑之感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想问了 如果说鳄鱼是龙的祖先 那它的龙角又在哪呢 事实上很久以前 确实有人在水里看到过有龙角的鳄鱼 它是我国独有的鳄鱼杨子鳄 俗称为土龙猪婆龙 与杨子鳄相伴生活的村民 称杨子鳄头上有龙角 因为杨子鳄喜欢静静地浮在水面上 离远也能看到高高突起的龙角 非常明显 这一点或许与古人的观察不谋而合 杨子鳄拥有龙角这件事 再次佐证了鳄语假说 可是这个角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研究鳄类的著名学者陈碧辉 他基于自己长时间从事野外 杨子鳄的繁殖实践经验 给出了解释 高龄的杨子鳄 头顶的鳞脊会高高突起 远远看上去就如龙角一般 所以杨子鳄凭借着外形成为了龙原形的有力候选者 从动物化石的记录来看 鳄鱼的祖先曾与恐龙共存的时代 距今约2.5亿年 但在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后 恐龙消失了 鳄鱼却活了下来 难道它们真有什么上天入地的本事 才逃过了如此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吗 其实鳄鱼伴水生的特性 便是它们生存至今的原因之一 水陆两栖便能选择更多的生存环境 凭借超强的生存能力和强大的免疫系统 鳄鱼不断进化并延续至今 成语龙得再甜 最早反映了龙的出现能带来雨水 俗语中也由老龙王翻脸要变天 表达的也是神龙有通天之能 掌握着降雨的能力 龙在各种图腾与神话中 都与水息息相关 还有据俗语说 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种描绘与鳄鱼的伏击状态 惊人地相似 鳄鱼的眼睛突出在头的上部 因此即使身体在水下 头部仍在水面上 使它们能够观察到水面的情况 当水面上有动物经过时 鳄鱼可以悄然前行在水下 缓慢接近目标 很多猎物误以为鳄鱼的头部 是一块木头 降低了对危险的警觉 接着鳄鱼会从水中突然跃起 水花似箭 有一种彭云驾雾的感觉 就像神龙翻江倒海一般 令人震撼 可能有人会问 杨子鳄提醒谁人不知 出了名的鳄中小可爱 在水中的行为 怎能和龙翻江倒海的场面相媲美 其实根据科学家们近些年的研究 我国早期其实存在 比杨子鳄更大型的鳄鱼 蜿鳄 在说文解字中 蜿鳄被认为是食人的凶兽 因此 人们可能也是因为对鳄鱼的恐惧 和对其力量的崇拜 逐渐幻化出了龙的形象 以上都是关于龙的鳄鱼起源说的猜测 龙相关的故事 寥寥数语难以概括 如今我们中国人热爱龙 尊重龙 自称是龙的传人 无论他的原型是什么 他都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理想 希望和追求 更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力量 以上就是我带来的关于龙的传说 谢谢大家 我是宁静 宁静老师 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 一项比您也听到了 十二生肖当中 为什么会有龙 这是一个现实里没有的生物 为什么猫不进去 这是现实当中有的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说法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个十二生肖它的选择 其实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 那主要有三类动物 比如说有被人类驯化过的一些牛啊 羊 猪 狗 这些动物 还有一类呢 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野生动物 比如说 鼠和蛇 还有兔子 这些我们都比较常见 那最后 为什么选择龙 作为我们的一个十二生肖 其中的一个动物呢 那其实龙是我们在所有动物里面 最具吉祥的这种代表意义的一个动物 所以说它就是被列入到了这个十二生肖中 这也就说明了我们的古人 它不仅是有这种物质生活的追求 也就是骨仓丰满呀 然后家畜满卷呀 这样的一个追求 还有呢 就是一个精神上的 就是希望自己平安 幸福 吉祥如意 这样的一个追求 所以选择了龙 作为我们十二生肖中的一种 我觉得呢 或许跟龙本身 在我们中国人眼中的一些 实际功能有关 对吧 龙管行云不雨 有它出现 就意味着风调雨顺 如果呢 出现了汉情 一定要有起雨一事 如果出现了烙灾 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求龙王爷 所以走哪儿都会有龙王庙 这是一个我们文化当中的特有现象 杜岳老师 你的看法呢 那我也想问问 宁静老师 就是古代有一些记载呀 就是说有换龙的这个记载 那这个换龙里边说的这个龙是鳄鱼吗 目前我们很多学者认为 他说的这个换龙指的就是鳄鱼 而且在古代就是关于这个养龙的记载 也有说就是龙是非常喜欢这个水质清洁的地方 所以他们也觉得也有一些可能这个 他当时的这个换龙是指的是大泥 反正我们不能回到那个时代了 只能是凭借着一些文献记录和现实的考古依据 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那金说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个人非常倾向于龙的原型就是鳄鱼 而且应该就是中国最典型的杨子鳄 我们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很大的一些省份 本身就是文明非常发达的地区 当地老百姓跟杨子鳄这个物种 它的亲密关系可想而知 因为鳄鱼在水下捕食的时候 它很折腾 所以古人很早就发现 它呢在水里翻腾来翻腾去 腾越腾越 这个腾越来腾越去的 它绝对是一种龙的一种原型 再加上您想 它的身体这种修长的身体 而且呢杨子鳄也是脚掌是五个脚趾 就跟那个龙的五爪似的 另外你看它背面呢 还有很多鳞片和脊状的凸起 这些凸起呢又和龙背部 一直到尾部延续下来 这些凸起也极其相似 所以很多这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跟这个杨子鳄还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关键就是中国人 它能够历朝历代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接触这个杨子鳄 所以它一定是人们最熟悉的物种 是一个原型 好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答题环节 停 以下题目由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刘宇诚提供 题目一 弯鳄作为大型鳄类 体长能达到多少米 A 5米左右 B 7米左右 来杜月老师先挑一个 那弯鳄不是体型最大的鳄鱼吗 所以我就选7米 选长的那个选B 您呢 这题我也选B 因为那个弯鳄的雄性 它个体一般体长是能达到5米左右 那极其个别呢也会有一些7米左右的个体 所以我选B 好嘞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B 7米左右 听说老师 怎么在我的记忆当中总是觉得 这世界上好像有过十几米的大鳄鱼啊 这个远古时期 十几米肯定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很多巨型的鳄鱼在远古时期出现的时候 十几米都很常见 但是的话呢 我觉得后来鳄鱼啊 它本身不一定是不能长那么大 而是因为呢 确实生态环境 生存条件 食物的变化 对鳄鱼这一类生物的干扰是非常大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现在确实用大的是比较罕见的 来 请出第二题 题目二 以下哪一个是鳄鱼的近亲 A 鸟类 B 鱼类 这题好选 对吧 读院 我选鸟类 您呢 这题我也选A 鳄鱼的近亲确实是鸟类 而且它们在外形上也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有鳞片 鳄鱼它是长在身体上 但鸟类是长在脚上 然后还有就是它们都会下蛋 都会产卵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A 鸟类 好 金帅老师进行知识补充 这个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啊 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常识 就说鸟呢 归道叫鸟钢 那鳄鱼呢 是叫爬行钢 它跟蛇呀 蜥蜴呀 什么龟呀 鳖呀 它们都是属于爬行钢 那既然都叫钢 大家会理解 它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较于鱼类来讲 肯定鸟和这个恐龙 或者说鸟和这个鳄的关系是最近的 它只是一个相对而言 如果你要说这个最近的话呢 其实未必 因为过去有很多古生物它是灭绝的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化石材料 足以证明到底谁跟鳄鱼是最近的 所有的这种脱普的关系 它其实反映的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距离 所以呢 你人和昆虫和鱼比 那你就可以说人和鱼是近亲 但是人和猩猩和猴比 那你就必须得说猩猩和人是近亲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近的关系 你要看它的外裙是谁 就你跟谁来比 这道题来讲 肯定是在跟鱼比的情况下 那毫无疑问 鸟跟鳄鱼的关系是最近的 好 谢谢您 请出第三题 题目三 图片中红色圆圈所标记的位置 是物于尾巴向内侧腔折叠形成的脊柱 请问这个脊柱的作用是 A 增大皮肤表面积用来吸热 B 用于自我防御 杜岳老师 我觉得是用于自我防御吧 它那个尾巴又粗又大 用来攻击敌人最完美了 啪啪一甩 好 您的选择呢 这题我选A 因为是这样的 鳄鱼它作为一个变文动物 它是需要就是通过太阳的热量来维持体温的 那么它就是体表的这些鳄鱼呢 它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这个形状 可以增加它的表面积 就像一个太阳能电池板一样 可以帮助它维持体温 好的 正确答案呢 正确答案是A 增大皮肤表面积用来吸热 好 静岳老师 请点评 鳄鱼的尾巴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它是游泳啊 你可别忘了 看来水下那可不是靠它四肢这样滑水 它是靠尾巴的左右摆动 还不是上下拍打 上下拍板呢就成海豚了 当然相对来讲的话呢 确实你要说它防御 自我防御其实弱一点 但是并不是说尾巴不能够 尾巴在水下拍打这个扭曲 拍打猎物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主要防御功能 所以的话呢 我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啊 科学的解释也好 科学的答案绝对不是唯一的 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好 谢谢静说老师 今天宁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 鳄鱼与龙之间的关系 成功入驻动物新制图鉴 大家伙进行投票的第二个选项呢 都是像杜岳老师一样认为 龙和蛇一定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的确我们看呢 这个蛇无论是从外形 还是它的一些运动方式 以及体表的特征而言呢 跟我们所接触到的文字 或者影视作品当中的龙 都非常相像 看来这蛇一定是龙最早的起源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 谁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呢 有请董珊老师 大家好 我是董珊 今天我们的论题是 龙究竟是怎么来的 在表述我的想法前 我先带着大家来看一件 四千年前的文物 陶四遗址彩绘龙纹陶盘 这件陶器出土字 一个被认为是首领级别的古墓 显示了其主人显赫的地位 而更加凸显这件陶器珍贵的 是其上的龙纹彩绘 这种精美的彩绘 不仅代表着技术上的挑战 更体现了古代工匠的 精湛技艺和对龙文化的重视 由于其烧制过程 需要非常低的火候 专家推断出 这件陶器的工艺 非常复杂和精细 与新时期的实用主义器物 截然不同 这样一件工艺精湛 历史价值非凡的陶器 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低温彩陶 龙纹 首领级别的古墓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一件用来表明身份 或者用于高级祭祀的物件 龙是一种与雨水高度相关的零售 在新时期时代 农耕是人们生活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雨水的多少 与农业丰收息息相关 所以祭祀大多是为了求雨 这也证明了 时期时代就已经形成了 龙的形象 从彩绘龙纹桃盘的图案上 不难看出 龙纹身体修长 没有四肢 身体上的鳞片界线分明 脸部细长 与蛇的形象极其相似 而我们仔细观察龙纹的嘴部 微微张开 向外伸出的部分成树枝状 就如同蛇分叉的杏子 彩绘龙纹桃盘出土的时间与位置 和我们古史传说当中 瑶所在的中心区域重合 许多学者认为 文物所在地就是瑶都平阳所在 说到这里 有一个关于真龙天子的传说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要从瑶在位时讲起 《山海经》曾写道 瑶在位时期 大陆上出现了水患 洪水滔天 致使民不聊生 于是瑶就派滚去治水 而滚为了治好水患 偷了天帝吸壤的宝贝 但滚劳而无功 大水依旧泛滥成灾 天帝发现自己的宝贝被偷了 于是派了一个名叫祝容的神 去杀滚 最终滚死在了羽山 但滚的遗体三年未复 天帝担心自己被报复 于是又去砍滚的尸体 用五刀抛开滚的肚子时 突然从里边跳出一条囚龙 他就是滚的儿子 羽 而滚化身为黄龙而去 后来羽治好了水患 受万民景仰 最终成为了夏朝的国君 于是便有了皇帝是真龙天子的说法 以上都是较为古老的传说 现代也有关于龙是蛇的假说 这些说法就显得更具科学性了 提及龙的概念 我就不得不提及文艺多学者的 大蛇主体说 也就是图腾兼并论 他认为早在很久以前 世界上存在多个部落 而每一种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 部落总是强的兼并弱的 被吞并的部落图腾 就会被融合到强者的一方 而龙的出现 就是以蛇作为主体 接受了不同部落的图腾元素 兽类的四角 马的头 猎的尾 鹿的角 狗的爪 鱼的鳞和须 最终形成的混合式图腾 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这个说法是不是非常形象 可能大家会问 图腾兼并论 是否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大家知道 龙在天空中是怎样飞行的吗 我们可以想想 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五龙 说到这儿 可能就有小伙伴 就已经发现端倪了 五龙的动作 无论是左右移动 还是上下一动 是不是跟蛇的前行方式 如出一辙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出 蛇有很大可能 就是龙的主体 除了行径方式 我可以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 龙的形象 无论在绘画上 还是在文物上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彩陶龙盘 都细致地刻画了龙的一个部位 就是龙鳞 但相比于蛇鳞 龙鳞与鱼鳞的相似之处 更为极致 我们通过对比图 就能直观地看出 两者之间的区别了 蛇的鳞片 是由最外层的表皮和真皮 共同生成的 每一个鳞片都具有很高的硬度 但蛇的鳞片不可剥离 且每一片之间互不重叠 甚至在移动的过程中 还能扩大鳞片之间的间隙 这就与龙鳞的样子有所不同 反观鱼鳞 鱼鳞晶莹剔透 光滑且有光泽 与龙鳞一样都是片片相叠 所以这更能佐证 龙的形象更像是一种复合体 这样解释 大家是否觉得很有趣呢 更神奇的是在《说文解字》中 有对于龙进一步的解释 龙 是有林动物的首领 能飞天 能潜水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 这不也正好与蛇冬眠的习性 极度吻合 虽然刚才我讲的故事有理有据 可能不少人都开始相信 龙的最初的原形其实就是蛇 但对于龙的原形是蛇这种说法 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在许多史书当中 对于龙和蛇的描述 都是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大家还得辩证地 看待龙的原形 以上便是我给大家带来的 龙的故事 谢谢大家 我是董珊 杜岳老师知道 今天说龙特意穿了 明黄色的上衣 以事与众不同 对 而且前面还有 还有小龙的标志 这是一个龙头 不是水龙头 是龙头 明白明白明白 有请我们今天的小龙女 来提出自己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民间不是有一种说法吗 说这个蛇呀 它要修炼五百年 然后变成蟒 蟒再修炼五百年变成燃 燃再修炼五百年变成蛟龙 然后再修炼五百年变成这个蛇 再修炼五百年变成球 再修炼五百年就变成硬龙 这个蛇是不是在人们心中 地位并不是很高 怎么修炼了三千年才变成龙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 人们可能对初对蛇 可能有一定的恐惧心理 所以它在人的这个印象当中 就不断有一种恐惧 就会把它慢慢地 也看到它就强化 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因为当然我们在人的生活中 能看到蟒能看到燃 它也确实是体型 在向大的方向发展 所以人们在想象 是不是由蛇到龙之间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所以我想象应该是这样的 董珊老师 您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自称是龙的子孙 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 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在一起的 而且一直我们中华民族 好像都贯穿着这样的一个信仰 所以我觉得最后 我们最终确定 我们自己为龙的传人 好像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 是在今天去回看历史 就会发现其实龙的形象也好 它所代表的寓意也好 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我们现在一般见到的 明清时代的龙 那看起来真是威武雄壮 但是如果再往历史前期去寻找 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文物当中 给我们留存的龙的形象 有的时候有一些顽皮 有的时候有一些陶器 再包括对于皇帝而言 对于皇族而言 他们到底是不是龙子龙孙 这个说法恐怕也是很晚的了 毕竟我们过去的说法是什么呢 说皇帝 他是垂拱而至天下 他代表的是谁 他代表的是天 他的正名应该是叫天子 他是天的儿子 可是对于天是个什么形象 我们始终没有给出来 其中可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考察 对吧 静说老师 这个毕竟它是文化嘛 它是历史 中国古代对龙的认识呢 它可以讲历朝历代 不同的人 甚至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 可能是有的 因为北方的人不可能见到杨子鳄 或者是见到其他的马来鳄呀湾鳄 这都不大可能 我个人认为 可能有些地方就是更接近于鳄鱼 有的一些更接近于蛇 有的一些地区可能更接近于蟒 或者是甚至石龙子 是吧 他也是修长了身体 然后有四肢 但是说到龙的传人呢 我个人觉得也可能是在不同文化下 会摧产不同的一个文化的结果 你比如说过去史记记载 说刘邦的母亲她在一个岸边去做梦 梦的时候呢 她与神相遇 后来刘邦父亲还去寻 这个神到底在哪 但不久以后呢 刘邦母亲说 她就想到是一个龙给她附体以后 然后产下了这个刘邦 所以呢 过去呢也有这种一些记录啊 记载 但今天我们要考证 科学意义上的这个原型到底是什么 毫无疑问 蛇茫然 刚才董老师介绍的这些 我相信肯定也是一些地区 选择的一些元素 所以呢 它也是有相关性的 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答题环节 停 以下题目由 大熊猫国家公园 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站长 彪昆鹏提供 题目一 下面两张图片 哪一个才是早期文字的龙 第一个我觉得像放风这儿 我选第二个吧 第二个有点像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个你看它那个长长的 好像龙在往天上飞 哎呀正在升空的时候 腾云驾雾呢 好嘞 您的选择呢 我选A 好 那正确答案呢 正确答案是A 好 静说老师 龙呢作为人们想象的一个生物 它在过去 尤其是当它跟 刚才腾瑞老师讲了 这个天子天命 跟上天挂钩的时候 这时候它一定是变得会越来越庄严 越来越复杂 所以你看文字的转变可能早期文字比较简单 但是当它赋予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它一定变得绝对很复杂 所以文字演变的一个过程 也是我们文化赋予龙的内涵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好 接下来请出第二题 题目二 以下哪个动作是蛇最快的移动方式 A 侧向缠绕式 B 手锋琴式 作业老师 蛇居然还有这么多行进方式 我选手锋琴式吧 因为我觉得那个手锋琴式看起来 好像还能产生点后座力 没准还有点助推的作用 自己后边推着前半步快点走 您呢 我选A 侧向缠绕 对 其实蛇它是利用摩擦力 最好的动物当中的一个典范 所以它身上的鳞片 都可以成为它摩擦力的支点 所以使用侧向缠绕这种形式 它能够很合理地找到支点 而且它这个是能够达到 快速前进的一种方式 好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A 侧向缠绕式 靳硕老师 我在一些视频当中看到 有一些沙漠当中的蛇 它们那个行进的方式就感觉很古怪 好像就是侧着飘过去的 这就是您说的侧向缠绕啊 侧向缠绕它的特点 其实就是刚才童老师讲的这个摩擦 实际上你速度快 你应该减小摩擦 不同的种类的蛇 它有的是直行的 几乎都不怎么扭动 有的扭的比较夸张一点 还有的就是这种侧向缠绕式 其实呢 就是像在沙漠里的一些魁蛇呀 这个 这个 这个它就是 当然它最重要的原因 还因为它沙的也热 它也不能长时间接触 所以它就练就了这么一个本领 好 请出第三题 题目三 以下对于蛇的描述 说法正确的是 杜岳老师选一个 我知道蛇是卵胎生 所以我觉得应该B选项是对的吧 那个靠不靠皮肤来呼吸 或者是这个皮肤 具不具有呼吸功能 不太知道 杜岳老师是一个诚实的小朋友 来 您的选择 我也选B 好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B 负蛇为卵胎生殖 好 静说老师 这种生殖方式呢 在一些蛇类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动物当中 也存在 可是有人呢 就偏偏认为啊 这也许会是进化过程当中啊 生殖的某一个突破 也许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它们会诞生一些新的物种 您觉得可能吗 这个新的物种啊 倒不会通过它生不生 但还是生 有没有壳来决定啊 这个新的物种还是要靠基因的重组 基因的杂交啊 才能产生新的物种 但像负蛇这种种啊 胎生的 其实它产卵的数量 一定会低于一些 就是这种直接产卵的蛇 所以它的代价就是 我虽然直接生出小蛇 但是我付出的数量相对比较少 但是成功率提高了 所以这个换来的代价呢 它的生存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但不一定这个优势就是最好的优势 所以才会看到蛇是有不同的 这个生殖或者产卵的方式 而这两种方式呢 无论是卵生还是卵胎生 都会有好处 好 谢谢静硕老师 今天有董珊老师 跟我们分享的龙与蛇之间的关系 成功入住 动物心之图鉴 灰胎究竟是怎样和龙形象联系起来的 更多内容尽在科学动物园 龙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生物 除了和蛇 鳄鱼有一些关联之外 还会和哪种动物有关联呢 来 有请单少杰老师 单少杰 国家动物博物馆 科普活动负责人 大家好 我是单少杰 龙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 一种英雄象征 也是一种变化莫测的形象 除了有鳄鱼和蛇是龙的圆形的说法之外 我还听过不少其他的理论 例如龙是由鱼变化而来的 因此有了变化多端的特征 还有人认为龙实际上是中华龙图腾圆形 源自黄河乾坤湾蛇取段的俯瞰图形 甚至有人认为马有三分龙性 因为传说中 唐僧的坐骑就是小白龙变化来的 这可能暗示着龙与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但在众多说法中 有两种让我特别感兴趣 一种是猪是龙的圆形 另一种是龙形象 源于人类对脊椎动物胚胎的观察 这两种说法非常特别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两种假说 在距今千年前的原始社会 自然崇拜十分普遍 仙民们往往会将自然中的事物 如水 火 风等自然力量 进行人格化或者神圣化 并将其作为崇拜的对象 而这当中也包括了天 地 日 月 星辰 动物和植物等 因此从出土的文物入手 研究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 可以更直观地了解这些文化现象 对于研究龙的形象而言 也是如此 嘿 大家新年好 我是一件红杉文化时期的玉器 我也是刚从土里出来 也就几十年 回想上个世纪 一些人在古墓里发现了我 那时我已经跟随主人 在地下躺平了五千多年 后来我暴露在空气中 发现世界原来如此喧嚣 这帮人说我是一块玉绝 但又有许多声音 充斥在我的周边 他们似乎对我的样貌 有些不解 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 最终给我起了个奇怪的名字 叫玉珠楼 你说说 光听他们说了 也不给我个镜子 让我自己看一下 难道我长得又像猪 又像龙 许多人认为 刚刚这件玉器 就是早期的龙纹 但我们整体看去 它身体卷曲 头尾相连 更像是猪手龙身 我们将它 跟野猪头对比看一下 两者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呢 就比如圆圆的眼睛 稳步前凸 嘴微微张开 露出尖利的獠牙 眼部和额头中间 有许多褶皱 这其实都是野猪的形象 或许是训养猪这件事 具有重要地位 人们便在欲绝的基础上 加上了猪的形象 于是就有了育猪龙 训养猪明明是 如此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对于当时的人 真的这么重要吗 猪是中华民族 较早被训养的动物之一 它不仅是当时 生产力发展的象征 更是一种财富 和繁荣的标志 在汉代 高规格的墓葬中 常见以猪为造型的欲卧 显示了猪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而至今 在祭祀神明的仪式中 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祭品 承载着对神灵的敬畏与祈求 但明明这件文物更像猪 又为什么说它表现出了龙的本质特征呢 因为它强调了三样东西 一是强调了龙的脊龙 也就是强调了龙是脊椎动物的代表 二是强调了龙的卷曲状态 第三就是欲绝在不断演化后 越发有现代龙的影子 而下面这件文物 就比刚刚的欲珠龙更有龙样了 大家好 因为我跟刚刚的文物小伙伴长得有点像 但我一头一尾距离非常远 所以有的人叫我C型文物 管我的小伙伴叫O型文物 我相较于O型文物 身体更加细长 但嘴部依旧短平 保留了猪鼻子的形状 综毛也在头部后方不断延长 赞舞之后出现的兄弟姐妹 有的还演化出了S型的体态 真是越来越龙无龙样了 这些欲绝的形态 除了让一些学者认为猪是龙的原型之外 也引起了大众的另一种猜想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胚胎假说 这些欲绝的形状 似乎奇妙地在呼应着生命最初的样子 恰似宝宝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的模样 当你将这些古老的文物 与胚胎早期的形态进行对比 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此外 在那些与龙的古文献中 我们似乎能找到龙与胚胎之间的神秘联系 古人常说龙属水性善于变化 更象征着生殖与繁衍 这难道不正是对胚胎的形象描述吗 胚胎在羊水中孕育 它们代表着生命的神秘起源 蕴藏着未来无限的可能 就像龙一样 胚胎在沉寂的水域中 静带着生命的奇迹 科学家观察后发现 这些动物在发育早期的胚胎非常相似 包括鱼 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 鸟类 侮辱动物 其中就包括我们人类 如果我们比较熟悉这些动物 胚胎的早期形态和成熟后的样子 会发现这些截然不同的生物 竟然有着几乎一致的模样 它们在胚胎的早期阶段 几乎无法被区分 仿佛大自然 在这初期阶段 为所有的生命赋予了相同的起点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看似相同的胚胎 却孵化成了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 古人有可能会在打猎 分娩等场合下 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因而形成了万物同源的概念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说法呀 无论龙的原形 究竟是猪还是胚胎 这些有趣的观点 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神秘的生物 也给了我们更多的联想空间和想象力 我们可以带着轻松的心情 和好奇的态度 来探索龙的奇妙世界 以上便是我带来的龙的故事 谢谢大家 几千年来 龙的形象为何变幻莫测 答案就在科学动物园 下节更精彩 山老师 您看啊 很多动物都是被人类驯化成家畜的 但是呢 我们讲 驯化的鸡是由红元鸡来的 对 驯化的牛是由元牛来的 那猪是由元猪来的吗 它不是元猪 它其实是野猪 大概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区被驯化的 在什么地区 这个我不太确定 但是据可 就是能查到的信息 猪大约是在八千年前 才从野猪变成咱们现在熟悉的 这种能被人类驯养 为咱们人类提供食物的一种家猪 但是这个过程呢 也是非常缓慢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一些考古的证据表明啊 最开始我们养在家里的那些猪啊 跟今天的猪有很大的区别 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呢 那个猪啊 还是保存着自己野外祖先的 一些特征 头纹步非常长 占到身体比例呢 很多 所以跟我们今天看的那个猪啊 形象是大不相同的 来吧 杜岳老师 我问一下单老师 猪是最早被咱们人类驯化的动物吗 猪其实不是最早被咱们驯化的 最早被咱们驯化的动物呢 咱们非常熟悉 就是咱们可爱的汪星人 就是各种的狗 狗大约是在三万年前 有野生的狼 逐渐地向我们人类靠近靠近 最终被我们实现了一个驯化 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狗 好啊 其实龙的形象呢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它一直也是在不断地演化的啊 它也是逐渐地变成了 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 威严冷峻的形象 实际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啊 那个龙的形象真的是大不一样 对吧 山老师 是的 因为龙它作为一种传输中的动物 我们要想把它展示给人类 它需要通过一些艺术家 进行艺术加工 所以龙的形象 往往就跟这些艺术家 个人的风格 甚至与当时的社会风气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咱们有时候 看那个唐朝的龙 就会觉得那个龙格外的华丽 甚至说格外的生动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呢 因为龙已经变成了 这种皇家御用的形象了 它的符号可能就更加的严肃 更加的庄重一点 对 让人面对它的时候呢 是不敢正视的 觉得它代表了一种 浩荡的天威之存在 是的 好 静说老师 可以给我们进行知识点评了 说起这个龙的形象 特别是刚才我说的 杨子鳄本身从正点上看呢 它有点像猪的形象 另外的话呢 大家也知道 这个龙啊 毕竟它也是一个复合的 人们想象的动物 所以它的各种元素的取材 也是很丰富的 你看我们有说 把龙会刻画成这个脸 会比较圆润一些 它显示的也是一种富贵 你看那个皇帝穿的衣服 你看那龙有点是正面 它不是个侧面 所以它正面的话呢 更显得这种尊庄啊 威严啊 威武啊 受人尊重啊 它有一种这种权力的象征 对 是的 好 来 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请 以下题目由上海自然博物馆 副研究员核心提供 题目一 以下关于野猪的小标签 正确的是 A 野猪不懒 B 野猪很臭 动物们懒得少 因为它如果懒的话 很可能就被天体给吃掉了 所以我觉得我选野猪不懒吧 它肯定是不懒 臭不臭它难道是香的 这个我其实支持杜岳老师 咱们有时候觉得猪臭往往都是通过家猪 对家猪的印象去传出那个野猪 咱们家猪觉得家猪臭是因为咱们总把它养得一个很小的眷里 它要在 实际家猪挺讲究卫生的 对 只要你把它放在一个足够大的眷里 它是不愿意吃喝拉撒都在同一个地区的 它有它的厕所 有它的洗澡的地方 所以说那家猪其实只要放足够大 它是很小 很干净的 野猪其实它也是很爱洗澡的 而咱们说那个野猪不懒 咱们有时候经常在新闻里看到说 有一个野猪可能溜进了一个农村 一晚上就把一片放的地全都破坏了 破坏了 破坏了 证明其实野猪是很勤劳的 对呀 所以野猪算是不懒的 好 正确答案呢 正确答案是 A 野猪不懒 好 静说老师 我很多年以前去新加坡的时候 新加坡的一些野外 甚至一些城市的区域 它那个野猪是完全野生的 而且它不怕人 我们可以离野猪非常非常的近 确实没闻着它很臭 当然也没那么香了 但是家猪还真的 一般你如果直接去闻它的味的话 确实不怎么臭 当然确实不懒 因为野猪它这个跑得速度也很快 奔跑速度绝对比人快 那它要慢的话 早被铲狼虎豹给吃干净了 对吧 好 请出第二题 题目二 以下哪一种动物 也被称作是龙的圆形 A 穿山甲 B 张 杜远 你选一个呗 我选穿山甲吧 因为穿山甲有帅气的鳞片 您的选择呢 这个我也是支持杜远小姐姐 我也选穿山甲 因为穿山甲跟龙 它最相似点就是在于它那个鳞片 很像是咱们传说工中龙的那个 体表那个鳞片的感觉 就是你们的意思 我们这道题里再多几个带鳞的 它都跟龙有关 只要是掌鳞就跟龙有关 要是一定要把它跟张放在一起做对比 那肯定要选这个穿山甲 而另外一个张其实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它在有些文化里面 因为它那两颗牙比较长 所以说它其实在一些地方的传说共识里 是吸血鬼的圆形 What 有些国家的人他们认为这个张是 这两颗牙是用来吸血用的 所以说在一些文化里 张不是一种特别正面的形象 反正在我小时候动画片里头 穿山甲也不是什么正面形象 来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A 穿山甲 好 好 单少杰老师跟我们分享的 龙与胚胎的关系 成功入住动物心之图鉴 今天我们共同回顾了一下 龙的原形的来历 或许您还有自己的看法 没关系 龙本身就是一个 我们民族本身精神的图腾 或许它并不是实体 但它已经牢牢地根植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也谢谢张静硕老师 谢谢杜月小姐姐 神奇动物有心知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